請教官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頭條開獎頻道已經突破百萬訂閱 感謝全球網友的支持讓我們更強大 許多的網友引頸期盼 而我們正式宣布 頭條開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成為頭條好學生 頭條自由生 或是頭條模範生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當大家都在看拜登在歐洲 在那裡奔走啊 在那裡忙碌穿梭啊 結果現在呢 會很容易讓人覺得說 大陸的外長王毅 在亞洲也在 怎麼樣外交戰場上秀肌肉 對 其實我認為就是說 大陸跟印度的關係 好不到哪裡去 壞也壞不到哪裡去了 就是說這個裡面 其實中印要能夠 就是說只要能夠求同存益就不錯了 是 那我覺得過去一段時間的邊界風波 我覺得是美國人在背後的這種慫恿 那麼可是印度沒有得到好處 基本上就是說 美國你承諾的東西 你給了印度什麼 那可能就是說莫迪的問題就是說 印度的軍方是很跋扈的 是很有自己的獨立的 這個判斷的空間 所以莫迪也不得不跟印度的軍方 做某種程度的妥協 因為印度的軍方跟這個英國的軍方 跟美國軍方關係也很深 那問題就是說你 你們挑起了一系列跟中國大陸的這個邊界衝突以後 最後你得到什麼好處 對 基本上是沒有 邊界問題沒有辦法解決的 這是一個無解的問題 而且中國大陸事實上 已經用最理性的方式在處理這個問題 大家就是所謂的一個停戰線 臨時停戰線 大家就站在那個現狀上 保持那個現狀 對 不去激化它而已 那你印度為什麼要去激化呢 一定是有原因的嘛 那這個原因的話 我的研判是有外部勢力的涉入 那麼讓印度覺得有利可圖 那問題就是說 惹了那麼久的事情以後 最後它有沒有利益有沒有拿到 那有沒有從西方社會 尤其美國裡面 拿到它應該得到的報酬 那可能是沒有 是 那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基本上這個是最近 好像印度跟中國大陸關係 這種從一種衝突的這種情況下 慢慢冷卻下來的主要原因 尤其在去年記得11月 那時候在年底的時候 我們看到中、二、印 三國的外長其實還透過視訊還同框 對 而且那時候呢 連印度也都說支持北京東奧 對 所以我們也看到 有那樣子的一個場面出來了呢 就在想是不是可能有機會 對中印關係改善 帶來更大的一個機會 我是覺得也改善就是說能夠 我說是壞壞不到哪裡 好也好不到哪裡 不太可能有大的這種突破 其實這個損失不是中國 不是中國大損失是印度的損失 印度這個國家其實它要看清楚 現在最能夠幫助它在經濟上有所進展 只有中國 只有中國 美國 歐洲在那個地方殖民了多少年三四百年 只剩下剝削它 只剩下剝削它 把他們當漁民一樣分化以後治理 然後呢把他的那個資源掠奪走 因為這個三百年三四百年的歷史經驗 他們也很清楚 那麼中國大陸現在尤其在一帶一路 這個政策之下 還有這種積極發展就是說 共存共榮的經濟夥伴的這個條件下 印度事實上是印度在歷史上 這個幾百年來最好的一次機會 可是這個中國大陸沒有辦法去說服印度 這要印度人自己曉得 那誰是應該交的朋友 誰是應該疏遠的朋友 可是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他們這些 我是覺得他們 可能是一直把中國大陸 當做一個嫉妒的對象 那麼不願意真正向中國大陸 求教 虛心求教 因為中國大陸我去過印度 印度他們就開玩笑 印度老師還跟學生說 你們要好好努力 你們不努力的話 中國就要趕上我們印度了 對 所以他的心態上是很奇怪的 那他們可以接受西方國家比他強 他不太能夠接受中國比他強 這個心態我覺得就很奇怪 那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事實上 只要能夠把印度的關係穩住就差不多了 你真的要去幫助他 像中國大陸 以中國大陸像這個 這個目前的這種應用 軟體還有運用這個網路 這種行銷 像這個阿里巴巴 像這個淘寶 這種的行銷 是最適合印度發展的 印度的中間剝削是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非常恐怖的 他行銷管道不暢通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他造成他經濟不進步的原因 他很多要向中國取經的話 印度的經濟馬上就起來 可是你看他又要進中國的APP 又要切斷跟中國的這個經濟貿易往來 你去買你可以啊 你去買你去買Apple 一台台幣四百塊四萬塊 中國大陸各種手機 對你去進的話 你是進你自己發展的機會 可是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只有印度人自己想通了才行 那麼去認清楚 現在他在國際上應該交什麼朋友 交日本有什麼用 他跟日本合作了 二次大戰之前就合作了 合作到現在 你印度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對你跟那個澳洲 澳洲跟那個英國 他們殖民組是同文同種的 只會利用他們的矛盾 繼續想要辦法殖民他們 所以這要看印度人的自己的智慧了 我覺得 我覺得王毅的話 短期是有一些 有一些政治的外交的成績可以交 不過長期以來我真的覺得中國跟印度 能不能有好的關係發展 關鍵在印度 印度很顯然就是以自己的利益為主 西方國家有自己的盤算 可是印度其實也看得很清楚 所以在這一次就不選邊站了 針對在俄羅斯的部分 我們看到印度的立場 擺得非常的鮮明 就是不跟美國同調 可是顏老師 別忘了還有跨的 印度也是其中重要的成員 拜登在出訪之前不是還在講嗎 說你這個印度的這個立場 很shakey 不堅定 跟日本跟澳洲就是不一樣 那但又如何呢 印度也並沒有因此就軟化而改變 所以呢難道說連quad 就是這個四方會談 在印度身上我們是看到破口了嗎 我覺得因為大概印度現在還不會造成對美國的威脅 雖然事實上如果你如果看過去一些好萊塢的電影 大概也知道就是印度的軟體的工程師也好 或者他這種服務業他的會計 拿去很多美國的工作 美國很多的工作根本就是線上處理 都是交給印度去處理 這個人工便宜很多 包括這樣會計的每天的結帳 美國公司結束以後關了 那個就由印度就是半夜接手 然後第二天來的時候已經做好了 所以印度對美國來講 就是說其實有一些潛在的威脅 但是對美國人來講 他會覺得說大陸是威脅 印度還不是 所以他認為是希望能夠印度在他這一邊 那這次剛剛看到我們在會前也提到 就是王毅既然在巴基斯坦這樣的一個 這個我們講說這個伊斯蘭的一個峰會 講了這個邊界的話 被印度認為不合 這個我還沒提喔 對 那我說就是王毅的看法 我覺得大概就是 今天我不是講我跟你的邊界 而是我認為你印度跟巴基斯坦 這種克森米爾的邊界 那我也用同樣的態度來講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激化 印度呢覺得他可以跟中國 大陸暫時擺下他們的邊界問題 但是一碰到克森米爾 那是我的內政了 就不讓你碰 所以我覺得印度表達了這個立場 但是王毅還是會去 他們也不會拒絕王毅去 因為表達的不是中印之間的問題 而是印發之間的 那今天如果我們看印度 在這個整個的戰略上 我覺得還是和他當年 就是尼赫魯開始 走這個不結盟運動 他是唱始人嘛 這個non-aligned movement 那到現在為止 他就是不太願意站在哪一邊 那一直都就是玩大國政治當中 他扮演一個中立的角色 這是真讓我們見識到 這是他見識到 對對對確實如此 是好不過就這個問題 我也請教一下 介大使的意見 因為其實繼續來請教您的就是 現在你說在印度 印度有的時候他會反覆 那有的時候也許說 我歡迎中國來 王毅外長可以來 來印度 但是會不會又說 我一下子覺得不太開心 心裡面不舒服 是因為王毅講的一句話 這個不知道 我們來看看 到底王毅講了什麼話 好像惹得印度的官員 不太開心呢 最主要是王毅在伊斯蘭合作組織 外長理事會當中 他致詞的時候 提到克什米爾這個問題 然後他上面是說 我們今天再一次聽到 很多伊斯蘭朋友的呼聲 對此中方抱有同樣的願望 他是在談到克什米爾的時候 這麼說 說了以後 印度外交部的發言人就講話了 說克什米爾是印度的內部事務 中國跟其他的國家 沒有立場做評論 會因為這樣的一句話 就影響到了大陸外長王毅 可能出訪印度的行程嗎 我想王毅會講這話 他也是多方思慮了 不可能失言了 就是這是一貫的立場 不會說今天 為了要去印度之前講這話 那麼不去印度就不講 去印度就不講了 不去印度就講 對我想這個就是說 該講的就講嘛 就是一貫的政策 那克什米爾這個問題 當然是印度跟巴基斯坦幾次戰爭的 很重要一個因素在裡面了 那中國大陸一直是有立場的 不是沒有立場的 那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如果印度有反應的話 那就是他要反應就反應嘛 對不對 他今天就是說 怎麼講呢 我想就是說 如果說中國大陸跟印度之間 這個關係改善 其實對印度的經濟上的受惠是極大的 印度要有這個認知 對你今天跟西方國家 搞完了那麼久 你印度還是世界上 相當落後一個國家 對 中國大陸的模式是在短期之內 可以把你的國家經濟 搞上軌道以後快速發展 印度也非常急於想跟大陸發展經貿 對啊 而且印度的整個的 整個的所謂的 他的這個基礎建設 非常的成就 誰能夠幫他 盡快把他的那些 鐵路 運輸 機場 公路 那些很快的建設起來 全世界舉世看去誰有這個能力 誰可以幫你 他如果都弄不清楚 他還要繼續閉關鎖國 搞他的這種 這種目前的外交政策 對中國大陸抱持一個 比較敵視的態度化 我認為損失是印度 我認為你今天你去跟美國 你去跟澳洲 你去跟日本 你能做到什麼呢 你能得到什麼什麼戰略的利益呢 是很有限的 那麼他們自己在過去 被英國這個統治的時候 被分而治之這麼多這麼久 我本來以為他們已經學到了很多教訓 可是我是覺得他在國際上 這個第一個跟最大的鄰國 現在對他最有幫助的鄰國 他沒有主動改善關係的意願的話 覺得這個國家還是缺乏 有遠見有智慧的領導人 那這個我覺得 這個不能靠中國大陸單方面努力 這個兩國的關係是要互相努力 那麼印度願意繼續維持 他現在現狀落後的現狀的話 那也是他自己選擇嘛 五星總統級的頂級食材 秘制獨家配方 以十多道嚴謹的工序 將嚴選的大干貝 珍珠包 石斑 魚菲力入將 上快點購的網站來訂購 就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同時還有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優惠給大家總統級的享受